該館政府2014年啟動醫毒綠劣師補助各位 由民眾協助醫毒 並且以外觀大學來獲總理金 醫毒的南道館並且是有危險性 為著可能民眾安全 2014年去維托該大學進行醫毒還有建設 將八重駒、恰南駒、煙花作為監裁的合身庫 2014年成立綠劣師的醫毒大隊提升醫毒雄零 2023年還有2014年 各大交互的生活 每一年都定期基盤保護的確定 或者是民眾如果有看到 一定要跟我們政府來通報 所以我們才能管控綠劣溪的部分 那在我們嘉義地區 綠劣溪主要的分佈是在我們巴掌溪的沿岸 那早期大概就是在水上中埔這邊 那近年來因為它沿著這個河道 有往下、往易族、往布袋的方向 那我們很高興可以跟嘉義縣政府的農業處 我們一同來合作 來培訓這些所謂合格的民間的獵龍大隊 在獵龍大隊的協助之下 那補足了我們在綠劣溪移除人力上面的不足 那過去三年來 那我們已經培訓超過上百位的 這一些合格的人士 那經常在協助我們捕捉綠劣溪的 配合這個團隊 將近大概有30位 然後在這些民間人士 還有我們這個學校 還有我們這個研究機構 還有政府單位的合作之下 我們嘉義縣的綠劣溪 目前成長的速度已經 數量成長的速度已經趨緩 那有些地方的族群的數量 也已經有比較少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然後來這個 把綠劣溪的族群降到最低 官長王章娘的標誌 將會移動的6751 嘉義縣經過幾年 我們都有訓練相關的 獵龍大隊 那獵龍不是獵龍 是獵 獵獵溪 那獵獵溪是外來種 那以前是被當作寵物養 那後來他的體型會很大 所以有遭到所謂的棄養 或是大家開始不喜歡這樣的寵物 那這樣就變成到造成生態上的一個危害 所以農業部很清楚 他是屬於外來種 而且他對於整個橋樑 或者相關的這些公共建設 因為他有歐頭的習慣 所以會破壞整個公共建設 包括他有吃龍舟物任業的習慣 所以對龍舟物也有損害 所以我們必須要進行捕捉 那現在我們就是訓練 跟嘉義大學合作 那能夠由這些經過訓練的人 來抓這個利益類型 然後能夠把他做一個生態上的浩劫 能夠把他降到最低 或者進而將他消滅掉 那不讓在台灣繼續生存下去 那經過這三年 大概我們抓了一萬多隻 那看出來是他整個的族群的群聚 包括數量 那經過嘉義大學的觀察 確實有在減少 那很多的狀況比過去減少了非常多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 所以今天特別受贈三十位 所謂內容大隊 就是捕捉利益區的專業人士 那我們一般的鄉親如果看到利益區的話 他沒有攻擊性 那所以不用特別害怕 所以你也不要去那裡人 那基本上可以通報 那我們就會派人去做相關的捕捉 那我們希望利益區這樣的外來種 可以很快地在台灣能夠接激 能夠讓這樣的生態 跟公共工程跟農業不至於遭受到破壞 管理王長良的基礎 政府叫民間合作醫毒 綠劣西的信號良好 現在優格於大學穩定監處叫醫毒 希望各個多人加入醫毒大隊 經過專業的結婚 作為努力讓我來種 以養我轉接 讓我當地的環境生態 謝謝新聞真理性 最上鄉 蔡宏博德 那一群子 醫生節 等你來玩 讲到嘉义县 大概就是在 怎么样把一个农业县 转型为一个农丰大县 农业的部分 我们重点是在青壮农 所以我们特别创立了 博本学堂 不管是农业也好 畜牧业也好 养殖业也好 要有科技的智慧 扩大逸程力 包括它的良率 除了训练出 嘉义的农业的先锋部队以外 嘉义县政府创造一个 嘉义优先的品牌 去帮助我们的农民 行销他们的产品 大家知道台湾现在已经变成 国际分工里面 高科技产品的代工厂 所以我们现在有六个产业区 可以跟台湾的科技链 做整个链接 带动区域性的发展 也可以带动就业 我想嘉义县主要是一个改变跟转型 让嘉义人开始对未来有梦想 开始在想象这块土地 充满了活力跟想象力 我想这才是整个 嘉义最可贵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转了 一转型的社会